艷陽高照 民眾早已熱得受不了 只能躲在陰影下暫時逃離烈日曝曬 隨著全球極端高溫熱浪事件頻傳 人類在炎熱天氣下如何生存 眼前熱汗淋淋的安迪或許能找出答案 例如 人們沒有測試溫度的增加 讓人有熱狀 用温暖蝦 我們可以測試溫度 去測試溫度的快速度增加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研究團隊 透過模擬不同氣候環境 研究極端高溫對人體的影響 而實驗對象 則是可以模仿人類生理反應 例如 走路 呼吸 與流汗的假人模型安迪 我們可以看到安迪是流汗 通過微量浸透 我們可以測試溫度的測試溫度 在這個面上 他們會測試溫度的測試溫度 人體的影響 研究團隊將安迪放在模擬氣候室內 以控制溫度 濕度和風向等因素 計算安迪的流汗率 透過實驗數據 找出對抗高溫的辦法 減少民眾過熱中暑 甚至死亡的機率 根據美國CDC統計 國內每年平均有700多人因高溫死亡 超過9200人住院 研究團隊希望未來能使用安迪探索 更多人體與極端溫度的關係 幫助你我度過無以復加的氣候危機 大海新聞王家正變異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